那我们就开始了 那所以今天会有三个部分 第一个会先带着各位 用Canva的好用的功能 做个几张的图、简报之类的 然后用制作的过程中去 带各位了解一下Canva 那至于那个入门比较深入的部分 各位就有机会慢慢再去了解 那第二个部分我们会使用建豪云端出版 它是一个公司 一家企业 那做那个云端出版的公司也蛮多的 但是看来看去好像建豪是比较完整 而且比较多元 比较多元 那所以我们用它来做一些输出 那各位如果有心想要购买今天 就是你在建豪上面 输出的内容 那你就要准备你的信用卡 准备你的信用卡 那第三个就是 第三个我们会讲Inscape Inscape它是一个 就是在现在数位时代 它是一个编辑影像 或者是绘图的一个软体 那不同于Adobe全家桶 Adobe全家桶是商业软体 商业软体它第一个费用很贵 第二个那个操作上还蛮复杂的 那所以我们在国中小当然不可能交这种全家桶 你就交一局也不可能 买那个权限授权 这个东西太贵了 那虽然现在它有那个月租方案 但是还是贵的让人受不了 而且你又不是每天在用 那所以我们就会采用那个自由软体的Inscape 那Inscape大概大部分的功能也都有 操作上也都还算简单 而且它是自由软体 十分的强大 那所以我们现在不管是做3D 做雷切 或者是做一些数位的排版出版 或者是现在连那个Squitch比赛绘图 都是用向量图的形式 向量图的形式 那所以我们都尽量鼓励学校的老师 不要再教传统的小画家了 就绘图的部分就改教Inscape 因为现在所有的出版业都是用向量绘图 没有人在用类似小画家这一种 这一种在做图案的绘制 好 那所以这是今天跟各位介绍的3个部分 好 那各位就那个Canva尽量用EDU的信箱注册 因为那个李老师有说 如果你用EDU的信箱注册是马上就会过关 那如果你用那个不是EDU的注册 你还要拍你的证件去审核 这个会需要一点时间 没那么快 好 好那我就开始上课啰 好那我们的课原则上都会做线上录影 然后录完影之后呢 我会给我一点时间 我会做那个线上的剪辑 剪辑完之后 我会丢到YouTube上面去 那到时候会再跟各位说那个位置在哪里 我的频道一定都会有了 所以YouTube我的频道里面 我会放清单 让各位去做那个 做复习 做复习 好那么就麻烦各位去注册 去注册 注册部分我就不讲了 这是现在各位进来之后 就是直接按右上角的注册 然后最好是用EDU的身份 那各位就到里面去填一下资料就可以了 然后应该会有认证信吧 再收一下认证信 应该就可以了 好 那这个部分我就先这样跳过了 好那我们给各位几分钟 那个还没注册的老师 请你就麻烦注册一下 那注册完的老师就请你登录 请你登录 好那我们稍微讲一下就是 Canva他其实早期 对我们这种没有艺术素养的老师来说 在上课中需要用到一些 绘图的物件 或是说你要做简报 或是你的文件 对我们来讲 那个美感这一块一直是我们很辛苦的地方 你花再多的时间做出来东西也没有人家那个专业学美术的 那个花几秒钟就很有feel 老师直接搜寻邱文胜 然后YT就可以找到我的YouTube频道 那所以像这样的东西早期 像我们要做海报 我们就会使用非常好设 那个台湾发明的软体 那他还是做好很多的 他的好处其实就是 他做好很多的美术型的套版 就是很美的套版 那各种 各种版型都有 足以应付你办一些演习啊 开会啊 或者是要做一些DM 来做处理啊 那 那非常好设呢 是属于比较中式的美感 中国人式的美感 就是 就是很粗的那种美感 好 那 那 Canva呢 它是后来又比较进阶了 那Canva里面很多很多的功能 包含 Canva可以取 可以直接取代PowerPoint 那其他的各类文件的一个印刷品的编辑 或者是一些行销用品的设计 还有你的社交媒体的一些抬头啦 甚至Po文啊 你的这个画画的排版 你的你的照片的排版之类的 他都可以帮你处理 那他美感就是属于那种专业级的设计师的那种美感 所以非常的非常的美 对我来讲 好 那所以甚至连那个影片 你要做片头片尾 他都有办法帮你做处理 那那个版 他的版型非常非常的多 是上万以上的 很多很多 让你这个找不完 那各式各样的版型 你在做简报的时候 各式各样的版型 比如说你要那种统计的图表 你要那种金字塔图表 你要那种步骤的 然后各式各样的版型 数量都非常的多 然后也他的物件也很多都是可以修改的 所以你就可以按照你的需求去去找到你最需要的东西 然后改成你需要的那个版面 或者是原件内容 然后你自己的拍的一些照片 他也可以让你很简单很简单的做一些去背 或者是美术编辑 所以我是今年 现在七月吧 我今年才开始用Canva 大概是在四五月的时候吧 那我也是完全没有美术素养的老师 所以从那个四五月开始接触到Canva之后 也没有去学 也没有在网络上学 就是先进去点进去试试看 没想到一次就会 没想到因为他非常的直觉 非常的直觉 那所以如果你有操作过其他的文书软体 或者是操作过以前操作过非常好色 你根本就不用学就会 所以你只要大致知道一下他有什么功能在哪里 自己摸一摸翻一翻 真的半天以内绝对自己就会了 那所以就请各位就先登录吧 我们就直接来开始 好那老师有说 如果你要花一点小钱 你的那个Pro账号 就我们现在的免费版的Pro账号 他会有100G的云端硬碟空间 所以你放在上面的档案 可以放到100G相当够用 那所以他也有列出一些版本说明 请各位可以看一下那个讯息列上面老师提供的说明 那他有两 他的版本是有线上编辑的版本 跟他也有那个下载到电脑 在电脑上面安装使用的版本 那我的习惯还是会使用浏览器的 因为反正你找素材什么也是要连上网 那所以其实我没有发现他有什么不同 我没有特别去找他有什么不同 但是我是觉得用浏览器编辑是比较方便的 那个版面调整或者是那个 我觉得解析度反而比桌面版的好 不晓得他哪边设定是可以修正的 那反正反正既然是用浏览器的一个网站 那所以你就变成你是跨平台 所以不管你是用苹果 用那个平板用Mac电脑 或者是用安卓平板 甚至手机或者是用PC笔电桌机都可以使用 因为他用浏览器编辑 那用浏览器编辑的意思就是跨平台 那跨平台就不会受限你的硬体 那所以你不管买什么硬体都可以使用 这也是未来的趋势 那所以各位习惯使用那个PC版的 就可以慢慢的转型了 因为很多东西慢慢都朝向那个云端的版本 云端的版本 那当然缺点就是云端的版本就是没有云 你就不能用 所以网路断了的时候你就废了 就废了 就是有一个好没两好 好 好那不晓得各位都进来了没 不晓得各位都进来Canva的没 那还没有进来的老师 请你输入一下1好不好 我们好那只要进Canva的网站 任何一个不管是什么版本进去注册 你就是选EDU去注册 EDU的账号去注册就对了 这样子就最不会有问题 好那手机也都有APP可以用 那你不用手机的APP 你直接用浏览器 用浏览器上那个Canva的网站也可以直接用 所以各种用途都可以 各种用法都可以 好那么既然老师都已经有了 已经登陆进来 那我们就要开始了的话